生活在这个以受为美帝时代的话,你也只能心甘情愿的去减肥了,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减肥的话,可以说是让燃脂的速度是半公倍,你减肥成功了吗? 如果还没有的话,千万不能放弃力秋前后这一个月的时间,力秋至,暑气还未散去,处于中腹和末腹之间。 爱是一样的炎热,爱是一样的燃脂,日常的三餐不但是为了填饱肚子,对于减肥的人来说,可以起到很好减肥的效果。 你可别不相信,半千挤住这三点,没有掉不下来的肉。 力秋至,到了减肥已受期,半千挤住这三点,没有掉不下来的肉。 一,不暴饮暴食,很多人为了减肥就会去结食,但是在自己饿过头了之后,又会去好好的拷劳一下自己,于是吃很多,将自己本该缩小的胃再次被胀大。 平时吃饭的时候,我们只要记住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,晚餐最好是五分饱,就是感觉到自己饥饿感全无。 但是还想在吃的时候,你就可以放下碗筷了,养成细胶满烟的好习惯,让食物在胃中,能够得到充分的香化。 二不节食,虽然减肥是需要控制饮食的,但是绝对不能绝食,断食。 合理的控制饮食,才是最健康的规划,长期的让自己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的变化。 二,对于健康危害非常的大,尤其是夏季的时候,很容易出现低血糖,或觉得危害性。 所以,合理的进行善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垃圾食物一定要杜绝,一日三餐,按时吃。 三,不吃早餐。 一天的早餐的摄入量是最不能被忽视的,它是一天中能量的主体,每天吃早饭的话,从而有助于身体开启整天的新陈代谢。 补充体内的正能量,不但可以起到效率,还不会由于早餐不吃,到这种五郎吐苦液的现象出现。 以上这三点饭前习惯,你占了几个呢? 记住这三步,像不瘦都很难,日常出去饮食之外,一些低热量的食物,也是可以作为饭前的小零食。 缓解饥饿感的情况出现,下面就可以一起去看看吧。 一,火龙果,火龙果中的热量非常的低,其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在其中,从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,使得排便更加的顺畅,对于消化系统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 而且火龙果中不含有热糖,葡萄糖在其中,很难为形成这个肉,多吃也没有关系。 二,燕麦,燕麦中含有丰富的鼻桃剧糖在其中,是一种很溶性的膳食纤维,可以产生强烈的饱腹感,从而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,并且缓解便秘的情况出现,是减肥期不错的一种选择。 三,芹菜,芹菜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物质在其中,不但可以起到轻热解暑,利尿排毒的作用,还可以溶解脂肪,并且将体内有毒的物质的胀肉垃圾得到很好的排出,起到排毒减肥的效果。 四,山楂,山楂中含有的酸性物质成分和绿原酸等,可以帮助胃液进行蜂蜜,从而促进新肠代谢,并且消耗掉体内多余的脂肪成分,从而达到良好的减肥瘦身的目的。 五,甜橙,甜橙中所含的糖分虽然比一般的水果要高,但是这种单糖是极易被人体进行消耗分解的,并且不会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体内,而且甜橙的纤维含量非常的高,可以增强人体的饱腹感,从而起到养生减肥的效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